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來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晚上的兩個新關卡 一個是戰力級 一個是挑戰任務 戰力級就是這個手球鬼 然後挑戰任務的話就是那個眼夢 那戰力級的話 那這一次的條件 應該是 六萬五千分 就可以拿得到這個技能等級十的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放在六萬五 那最高的話 平級是SS 是七萬五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看關卡資訊 那他有點分入門級跟戰力級 入門級的話就是用 就是官方配置 官方指令隊伍就長這樣子 就用這個隊伍去打 然後再來呢 他這個 入門級會比較簡單一點 大家就 看一下就好 這血量 其實都蠻少的 王冠也才這個 一億四千八百萬而已 而且他這個難度的話其實 盾都不是特別難 我們等一下就講這個戰力級的 那個關卡就好 那主要這個關卡比較特別就是這個箭頭地形 這個應該是第一次出現 那這個我是沒有打過啦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三小東西 不過呢 這個應該用固定版面就可以解除了啦 就不用轉嘛 就是也根本不用轉了 箭頭不用理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戰力級的資訊 戰力級的話難度其實也不會太高 主要是要拚這個時間 跟這個combo數要高 分數才會高 所以都不是以通關為主 是要這個以分數高為主 這個很容易爆氣的關卡 那第一關的話是能力繼承 攻後光橫中輪轉 反正就是直接一波帶走啦 因為戰力級的話 浪費一回合分數就會 就會減少 所以每一回合都非常的珍貴 第二回合的話隱藏轉 開始移動符石的時候才會顯示長的符石 手消61盾這樣子 這也不難啦 那再來雙重火焰地形 然後7combo追擊盾 這不是手消7 只要7combo以上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也不難 這個也是常常遇到的 那再來是第四關 手消光傷害吸收 光起手使用盾 這邊疊光珠 血也一億多而已 然後再來呢 而且這關整個關都是模組 這個鬼滅打起來 應該是非常的舒服的 然後再來第五關呢 命玄一線 然後鬼機燃燒5000 然後水強化高級拼圖盾 要嘛就是破拼圖嘛 要嘛就是 把水強化拼進去這樣子 然後注意燃燒 那炭治療的話就是武士燃燒嘛 那再來第二條血呢 而且第一條血血量還不到一億耶 超少 第二條血血量比較高 三億接近5000萬 然後弓錢盾 心符石複印 然後手消心追擊零化 因為弓錢盾這很拖時間齁 如果可以最好的話 當然是可以用那個 破弓錢盾的卡直接打過去這樣子齁 那第六關的話呢 連續反擊50% 50%盾 電擊盾 那這邊的話就是要打兩次了啦 這是50%盾嘛 然後電擊盾90%就是 你沒有把它電擊的話 你就是要打22億 不過我覺得炭治療打魔族 應該也不太需要 帶電擊 不然就帶個帶3億吧 不然的話其實 打魔族傷害爆炸 22億也是輕鬆過吧 我覺得 只是說你要打兩回合啦 兩回合 那再來第七關呢 他這邊是4億 然後X型燃燒 手消全是水 這整關真的做球鬼滅 一燃燒 燃燒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齁 第八關手消隨機 16到20 這就數學盾齁 再來第九關 兩條寫 第一條寫就是這個 箭頭地形齁 不過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齁 應該是齁 他那個敵人的那個珠子上面有箭頭 你到那一格你就要照那個箭頭轉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會蠻影響到轉珠的 應該會蠻麻煩的 所以最好的辦法呢 應該是 帶個固定版面的應該最好 或者是直接開一消 開那個 看智囊一消 這樣最簡單嘛 就一定可以大於7combo 那再來第二條寫的話呢 是突擊 然後 碎裂 六重碎裂 水光combo 銅等盾 那這邊的話可能 也是 因為要六康嘛 所以也是開個一消吧 把水珠連在一起 光珠連在一起 其他靠火珠 還有其他珠子這樣子 六重碎裂 阿不然就是帶一個解碎裂的卡 不過解碎裂的卡 現在好像 人組啊 是不是沒有啊 人組好像沒有 可能我忘記了啦 如果有的話大家可以下面留言補充 好反正這個關卡是這樣子齁 我覺得主要還是拼這個時間跟轉珠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齁 下旋之一 炎夢的這個 三對戰挑戰 那他這個 炎夢有分LV1跟LV2嘛 LV1的話 他這個是不是也是官方指定隊伍欸 反正就是LV1就長這樣子 LV2的話就是有三 三對戰 十二關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LV1好了 正常我們要刷的話應該是刷LV1 LV2的挑戰 是可以覺得什麼東西啊 嗯 嘖 你又寫獎勵嗎 嗯 沒看到獎勵 好 我們先看這個LV1的關卡資訊 6combo 追擊盾 然後按時鐘盾隨辦而王 這個都簡單的齁 突擊65% 突擊19000 25%盾 攻後三重燃燒 能力繼承 複雷克服重制服 十萬元強化盾 板擊100% 火以外防禦90% 強化克屬 初級拼圖盾 陷 手消木傷害 零化 嗯 看起來 這幾個都不難 這幾個盾都不難 那再來 首回合雙重 首回合雙重 這什麼髒物喔 它會有一個那個霧 然後 碰到那個霧的話會累積10% 然後累積到100%的時候就會死亡 這最近好像某個地獄集出現的一個技能 然後每次攻後會多一個 多一個位置這樣子 然後它是越戰越強 電擊盾90% 如果不把它電擊的話就打80億 所以這邊感覺是 要開3億啊 然後再來呢 手消隨機全屬 手消隨機全屬 突破20% 破盾氣功 什麼東西啊 手消 手批消毒指定連擊combo 可以扣他20%血啦 然後再來的話 除此之外它不會受任何攻擊影響 然後它這個是隨機combo的樣子 然後達成上述條件 敵人不會發動攻擊 齁 因為它要打多少 呃 越扣越強25% 齁 這個應該也不難喔 然後再來的話 第七關齁 這個眼夢王關 暗以外最少的屬性轉暗 鬼機隱藏 手消暗追擊零化 魔以外三回合休眠 三回合休眠齁 齁 所以這邊就要用那個 解除睡眠的卡片 欸 或者是用大哥 前一關開 然後這邊的話 是不是其他人類 就不會被睡呢 這晚上我們可以來 實戰一下 齁 那不然你就用魔族對打 用魔族對打 就不會被休眠 就不會被那個睡眠 齁 八粒也可以試試看 那再來呢 呃 第八關 第七關第二條血齁 隱藏轉齁 就是開始移動符石之後 才會顯示場上的符石這樣子 那手消十七 十七顆 可以對它造成傷害齁 十四億 好 十四億 然後再來第八關呢 嗯 欸 它是人類耶 我有沒有看錯 眼夢是人類啊 它是人類耶 然後再來呢 最後一關 呃 第八關 最後一關齁 CD2然後也是隱藏轉齁 就是你開始移動符石的時候 才顯示場上的符石 然後手消十七盾 這邊的話可能就是要用無視指令combo的 或者是你就是開探自然十七版 也是可以的 好 以上呢 就是這個LV1 那我們來看LV2這個三對戰要怎麼打齁 就是總共有十二成 那一對的話是打四成這樣子 這我覺得洗技能就是一個問題齁 好這個第一關呢 隱藏轉八combo追擊盾 這個不難齁 然後25%盾 攻後四重燈燒 這個有無視燈燒的話也不難 我只是說 它這個 之後每一下是打四萬五 可能比較痛一點 然後再來 第二條血 越攻越強 手消火星combo同等盾 這個 我覺得也不難 然後再來 首回合 化血圍城 就整版鎖定這樣子 然後無視減傷 木盡消 這邊的話 模組嘛 所以 看這張應該也是可以輕鬆打過去 然後再來 攻前盾齁 中毒90% 回復力零化 就是帶個 破攻前的卡齁 那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 豬式 豬式跟玉石啊 那個應該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 或者是大哥也可以破攻前 然後再來這個 第二條 技能封鎖 手上光傷害化 血圍城 會100% 無視盾齁 無視減傷 這邊的話就是疊光豬 然後轉無視 它無視減傷打5萬2 所以最好的話 血量應該是要高於這個 比較保險一點 不然就是要拚一波帶走 不卡豬 好再來呢 第二隊挑戰齁 我覺得就是要注意每一個 可以洗技能的地方齁 不然只有4關換一隊 4關換一隊 技能很難洗齁 這邊的話 手下6康 手下8康 手下7康 越攻越強 只是這個 固定CD3啦 進場CD1 3 應該是留中間這一隻 手下8C的最好 可以洗最久 然後再來 第6關呢 強化三屬盾 限 不能消光暗 然後 越戰越強盾 點燃90% 如果你 第二隊放鬼滅的話 可以用迷豆子 這樣 因為三隊戰其實太多可能性了啦 結果看要怎麼配 這樣子 然後第7關呢 無法控制 扣血70% 上半狂硬 50倍完殺 反正你就先把這隻 手下盾打死 而且它是有鬼機黏附的 感覺這關是不是可以開 可以用義勇去打 然後再來呢 第8關 也是兩隻魔 先攻S型轉火 攻後縱橫轉火 手下火追擊零化 感覺 開個那個 富剛義勇的那個 風平浪靜 就可以了齁 然後再來最後一關呢 手下全板盾 始終盾 電擊盾 90% 這邊的話 帶固定版面是最好的 然後電擊盾 90% 就是要電擊它嗎 沒有電擊它的話 就打140億 哇 140億 應該也是有解啦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隊齁 第三隊挑戰 第一關是這個 龍科重置齁 10顆轉敵 其他轉別屬4顆 雷消 現在的盾真的是 我現在在念作文 疊消敵屬盾20% 氣功轉屬 無法控制 無視減傷 這東西的話應該是 應該是類似那個之前 那個 碎神輪迴的第37關 諾索斯那裡吧 還是第38 就是你要消它屬性 但是要用疊的這樣子 好那這邊也是讓你起技能的 那再來第二條寫 進場CD2 然後CD1P重置 哇靠 全部都給你重置 CD1P重置 手消多龍減傷盾25% 手消全木 基本上就是手消全木 然後用木珠去疊其他的 然後扣血100% 血量9億 但是第10關的話 能力繼承三屬盾 光暗盾 最後在之前那個 呃 有那個那個什麼 之前那個那個那個輪迴齁 短輪迴啊 18層那個還20層那個 也有出現這個齁 所以這個也其實也不難 那再來第11關齁 雙血 暗以外最少數轉暗 軌跡隱藏 手消暗追擊 那它已經強化成這個 持續將移動符石 觸碰的符石 變成隱藏符石這樣子齁 這個就很麻煩齁 然後又不能消暗 然後又轉多暗 然後魔以外還會五回的消滅 不過我記得鬼滅都有那個 就是解除睡眠的 的卡片啦 阿不然就是要用 模組比較好打 然後再來第二 第二條血齁 隱藏轉 它這個是 開始轉珠的時候 就會顯示場上的符石了 然後手消23顆 回覆力零化 不過這邊的話 打7萬2齁齁 所以其實蠻痛的齁 而且它這邊 23盾 所以這邊可要先算齁 或者是用排珠的方式 去打 我感覺其中一對方吃 有其中一對方鬼滅 這樣子應該就 就打得過啦 晚上再來測試看看 那再來最後一關齁 也是隱藏轉 然後手消10COMBO盾 然後扣血100% 無法控制 感覺 它這邊是寫說 主要我覺得是這個東西啊 這個睡眠盾 模組以外成員齁 五回合休眠狀態 這個東西 比較麻煩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三對戰齁 還有那個戰利集的關卡資訊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